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不要抖 这个很抖 可以吗 有了有了 有吗 可以 这样这样 可以吗 你看 你看我 你看我一下 你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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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吗 OK吗 我不是很喜欢看他吗 我现在表演给你看 不管了 今天你给我拍戏了 我不要 讲啊 他每次讲什么 他每次讲什么的 这个人每次讲什么 干你啦 什么 干你啦 你看啦 干你啦 朱整夜啊 哈喽哈喽 我是王烈的爸爸 叫朱整夜 朱整夜我跟你讲啊 我知道他还有一个 喜欢做什么 朱 你生日 夸 哇可以嘞 好啦 今天我们就来拍一个影片 我在试镜 这个是CLS CLS的 对啊 你有演戏着 我演戏 我不用镜的 我演戏好赛 难死了 现在大家哪来拍vlog 这些 安顾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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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会突然来我这里讲 要拍东西 但是他叫我拍我就拍了 OK 左现在已经开始演戏了 哦,你贏啊 你的屎啊,你的屎啊 你的屎啊,屎啊 但是不知道有些人可不可以交流咯 交配就差不多了 撤撤撤撤 我已经想到这个景景了 好了,我们已经拍完了咯 OK,谢谢 这个影片呢,你们不要太过期待了 不过在我这边出啊,在哪里出啊 TikTok TikTok的频道 TikTok的频道 去这边可能不懂什么时候 半年后才会出这个影片 记得去看一下我们演了什么东西 OK,今天看到我戴这个头发呢 就知道我今天 这个是跟王蕾有关系的影片 今天我要赌他 我要跟他打过 不然我女朋友一直看他,没有看我 在还没有开始看王蕾的东西之前 介绍你一个APP 这个APP 听讲里面的人是很厉害讲话的 它是属于陪聊的一个APP 我们在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人认识王蕾 听讲王蕾在外国也是很红一下的 所以这个APP 的名字叫做Miya Miya的这个APP 它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房间 有娱乐啊 有唱歌啊 反正就有很多类型的房间啊 为什么我会用这个APP 主要里面有很多 会讲福建话 或者是闽南语的 所以我就试试看啦 有没有人懂王蕾是谁 来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风度男神是怎样 出正义你看我进出正义 你才笑人家就生气了 人家生气是有的人 你骗一骗了 你不许笑 这个人好坏啊 你不许笑咯 不要笑咯 蹦蹦蹦嘛 OMG 我接受不了啊 我们要找一个 哈哈哈 我们要找一个 像王蕾的人 去模仿王蕾 最重要 看他要懂王蕾是谁先 抱一个吧 好吧 这个声音可以吗 可以吗 我想看你很羞耻的样子 知道吗 在车上 知道吗 哇,这个声音可以哦 我来问一下他懂不懂王蕾是谁 你懂不懂 谁是王蕾 你懂 王蕾啊 你好,你好,你好啊呀 你变成了 这个可能OK啊 没选对了 哎呀哎呀哎呀 注意到 大家聊一下 你懂 谁是 王蕾吗 你懂 谁是王蕾 不好意思,我对王蕾 我跟王蕾不熟 啊 哈哈 哈哈 什么 什么 卖鱼的 直播 卖鱼的 马来西亚的 哈哈哈哈 等一下 王蕾是马来西亚的 哈哈 干你啦 你能 模仿 他 就 奖励你 你要奖励我什么 我想要你的奖励 我对你奖励没兴趣 哇 哇 这有性格咧 听声音先 哈啰 你在哭是吗 哈啰 哇 哇 没问题 波 卖鱼的 怎么卖鱼的 哦 那个 知道了知道了 有一个像样了 卖鱼的老头吗 那我看那个 啊 对对对 我是觉得吧 他挺无聊的 欸 他讲他很无聊 怎么很无聊 很过分 是不是 其实我也是觉得他很无聊 你看 看来台湾人不是很喜欢王蕾这样 哈哈 你哪里这种人啊 我现在要叫他唱王蕾的麦鱼歌 我要唱副歌的部分 那个老头 那个老头 哈哈哈哈 老头 他讲你那个是老头 哈哈 你哪里这种人啊 很努力啊 他真的很努力的耶 他明明不是很会 可是他很努力耶 哇 他又听多一次耶 他越来越喜欢 你看 啊 看外表吧 看起来就是 30到40 或接近50 蛤 他讲 王蕾30到40 他有点太客气了 OK 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位朋友 啊 有没有人认识王蕾哥 有的话我们就开mic 跟他讲话讲话一下 所以现在有人听到我讲话 啊 哦 想问你懂不懂王蕾是谁 哈哈哈 哦 他remove我了哦 现在呢 我就要 叫他 跟我的女朋友讲话 看他有没有办法 跟我的女朋友讲超过 十句 哈哈哈 所以我就写 我有个小女儿很少讲话 你要不要帮我跟他讲话一下 阿雅说他有个小女儿 话很少 那你要怎么开mic 让他跟我说话 我们就开mic 有了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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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主持人讲话 你怎么关住嘴巴 跟他讲话 很害羞吗 小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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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哈啰 小女儿的话就应该没多大吧 你猜他几岁 十多岁吧 你讲话不然他猜不到 那至少要听到你声音 问他叫什么名 你叫什么名 哈哈哈哈 我叫什么名字吗 嗯 对 我叫鱼痕 我叫鱼痕 有点腼腆内向的感觉 哇 腼腆内向的感觉 你要帮我跟他聊天 他不是很会聊天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聊天 就说说话就好了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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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吗 对 身高1米7 哇 哈哈 你这个哇的表现是什么意思 哇 你只睡 对吧 今年24 你会讲 美南语 美南语 会要挂挂 小夸 会说小夸 你完全听得懂 他讲话不是很会讲 你也是你要讲 你要用美南语讲 不要 他讲你很温柔 哇 他讲你很温柔 谢谢你的称赞 哥你很红 没有 你会接通告 我不是接通告 我是刚才去直播卖鱼了 我今天是王磊 我知道啊 因为我的这个小女儿很喜欢王磊嘛 你觉得王磊是一个怎样的老头 其实我很少看王磊和初战一套的视频吧 你觉得你喜欢王磊吗 呃他生气的时候我比较喜欢 这个Mia的app里面哦 你可以找那个lover啊 你们也可以去看这个song啊 还有friend啊 还有latest哦 这些哦 你们都可以点进去然后去听他们讲话 因为他们这个app里面的人哦 很会陪人家讲话啊 如果你们不是很会讲话 又或者是很想听人家讲话 你们就刚才按进去那个房间那边 偷偷听人家讲话啦 有时候你也可以点一点歌啊 点一点你自己喜欢听的歌 又或者是你们也可以点那首 你竟然啊 你竟然哼出我心里面 我们今天的主角还是回到王磊的影片啦 所以现在呢 不知道我女朋友喜欢王磊的什么东西 而且有时候她讲的话呢 我是听不懂 那么呢今天我就来开一开她的影片 她笑的地方我要问她你笑什么 漂亮哦 真的好吃已经走了 吃了就走啊 对啊没有错啊 我那个走啊 哈哈哈哈 真的好吃已经走了 哈哈哈哈 海鲜捞呢 海鲜捞 捞你妈的头啦 买一件T-shirt叫云别 请你吃海鲜捞 海鲜捞 Sexy啦 吃十斤 云别在买Dato 有三文鱼吗 鱼鱼鱼鱼的头啦 有吗 Dato倒下去 放一只鱼下去 那只鱼会油吗 那只鱼鱼鱼 你也是有笑 你听不懂呗 我感觉到你在那边抖吗 所以我一直抖抖抖抖抖 我就问你在笑什么咯 Dato是你卖的鱼 明天吃了会往生有狗主胎啦 哈哈哈哈 吃了然后无声咕咕咕咕 会不会很像啦 我会 L&D 不要说然后 跟狮子一样 跟恐龙一样 呃 有没有 我能低的 买海鲜还要我呢 哈哈哈哈哈哈 买了王雷的鱼保险卡 挺笑的 蛤 回来啦 猪子 你笑什么 猪子一不小心吃了王雷的鱼 下辈子 要注意一点就 我 王雷的ODA我吃过了 下辈子还要吃 你们会听吗 这种小小年纪 下辈子还要吃 有什么啊 是死了啊 下辈子还要吃啊 你这辈子一边吃了 然后下辈子 今天 这一道 我就卖你 58块 你看他又来了 配套是新币还是马币 怎么呢 不可以问他是新币还是马币的咩 他讲过很多次好的 王雷的一部新鲜 我吃鱼都是下海追着你 你咬才新鲜 花枝有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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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鱼杀包你看 这个叫鱼杀包你看 我还没有打开而已 你讲 我还算什么 人家只是吃一个东西 他就笑成这样 王雷的花枝很好吃 但是 医院旁边的马路很塞车 我懂了我懂了 你干嘛